好了 咱们下面继续讲 关于笔包的呢 在这个地方我刚刚给大家稍微总结了 简单来说 函数和定名函数当中实摊 传递的是功能 笔包和对象传递的是功能加数据 但是对象要比笔包 功能更多更复杂 听懂了吧 也就是说面向对象开发 往往都是传递的对象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传递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数据加功能 那就是用笔包 听清楚了吧 根据实际需求来 给你实际需求来 菜刀我可以买的很大 因为我是要切菜用 指甲刀很小 我不是说就不用啊 我是用来干造作功能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呢 只要有应用 有需求就可以了 不在乎好与坏 而在乎应用 好的们 那么现在咱们要说另一个东西 什么呢 我如果说 里边这个函数 咱们用到外边这个函数 这里边这个纠变量 你说是个道理了吧 那能不能去修改 外边函数这个变量里边的值呢 但能不能修改呢 既 我在这儿 是不是创建了个笔包 这个笔包里边这个值 请问他们是不是也就是说 它已经设定好了 设计成了是不是一和二了 我创建这个笔包的时候 就相当于创建了一个对象 创建了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 有十一和二十二 我能不能修改 这个十一和二十二 能不能修改这个对象 这个空间里边的一和二呢 可以对 其实理量价是可以的 因为咱们原来 你看就像修改这个 就像修改全级变量一样 咱们在这里边 是不是也可以修改全级变量 那在这里边 咱们怎么修改了 是不是加了个格罗宝了 那么如果我想修改外边 这个变量的值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看着 我给大家咱们简单的写一个 ipad3 我在我的Mac里边 按了ipad3 咱们试一下 在这里边写 还不太好写 算了 我直接建一个文件 建个文件 那么我定一个函数 我定一个函数 叫test 假如说叫test1 我只是假如说叫test1 它在这里边 又有了个DF 叫做test2 它在这里边 打印了 它在这里边 掉用了某个值 比方说它打印了 刚刚刚刚刚1 打印了刚刚1 那么它在干净什么事情 它在外边有个变量 叫做x等于 比方说等于200 在它这里边 x等于100 然后在外边 有个x等于300 那么我的意思是说 在打印1的时候 x等于d 那么将来 这个x会取谁的值呢 取说了谁的值 取说的是100的值 你说对不对 100%是取说是100的值 那么在这个地方 特别要注意听 如果你这么多 意味着什么 相当于给里边的函数 定义了一个局变量 叫x等100 听得清楚了吧 这不是修改 是定义 是定义 那么我把这个顺序 咱们给它换一下 给它换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变成了什么呢 刚刚说就要test了 请问先答应这个吧 这个答应的值是谁呢 请问是不是还没定义 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是不是有可能要 对它是不是要进行修改了吧 有可能要对它进行修改 咱们再试一下 那么看看此次的值 会是多少呢 比方设这个2 好了 同学们确切 这个地方 外边一个函数 里边一个函数 而且外边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是返回里边这个函数的引用 而不能写括号 为什么 写上括号的话 是不是就返回这个函数的返回值了吧 这是两码设计的吗 那么接下来test1 咱们呢 比方说找了个t1 等于它 那么接下来t1 是不是就可以掉了吧 请问此次的t1调用 是哪一个函数 是不是 调用了是不是test2这个函数了吧 那么这个地方咱们看一下 最后的结果是多少呢 p3 然后叫做test.py 为什么挂了 local这个reference before assignment 就是说 在这个位置挂了 第5行 第5行 这个地方挂了 在这个地方 它就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这句话 那么会导致python解释器 认为这个x 就是取了web这个x 对吧 但是我这里边 还有这个x等100 那么python解释器 就认为 在这个函数里边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x就变成了九变量 但又因为你九变量 是写的这句话在下面 所以说它就挂了 对 所以说就矛盾 就矛盾在这儿 几支半战中 如果我接下来 想要去修改它 我应该怎么做的呢 如果是全球变量的话 咱们原来怎么做的 原来是global 然后加上x的 请问这个是 是不是解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加什么东西呢 non local 加上这个 non local non local x 那么咱们再试一下 这是 non local 你看着 请问现在是不是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吧 我想要给你表达什么意思呢 首先看它的结果 它上来打印的是不是200 在第六行 打印的是200 请问这个x的200 请问是不是 取的是不是这个值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它现在是用的外边这个值 那么接下来 我这个地方修改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一定是给的外边这个值了吧 这个原则 如果你要是对全级变量修改 在函数里面加global 什么什么变量名 如果你要是修改 币包的外边 这个函数里面定义的变量 那么请同学们 在python3里面加上non local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这个事就解了 这个事就解了 再加non local 好了 python3怎么用 那么python2能不能怎么用 python2咱们试一下 还没有python2呢 2.7 我是用了python2的7的外边值钱 大家看 这个地方数据挂了吧 在咱们在这乌版图里面 实验出来的结果 咱们写的python空格test的 批发就可以了 最终你的结果在第五行 依然会挂掉 为什么呢 团排最挑 这个地方当中了解行了 python2里边 你想要去修改币包外边这个函数 外边这个函数里边这个变量的时候 你用non local是用不了的 因为non local是三以后的版本才能用 听懂了吧 二就用不了 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尽量的以后要用python3 因为现在从很多学生毕业的这个工作的时候的反馈来看呢 现在很多大量的公司都在往python3里边签 这一个方向用不了多久全部都是三了 二越来越少 因为三还在更新 二基本就不变了 三更新什么呢 要加很多特殊的功能 还要在那往那加呢 加更给力的功能 就简单来言之 开发者写很少的代码就完成很多的功能 这就是以后一个新一版本的功能 现在最新的这个3已经到了几轮了 到了3.6了 对已经到了3.6了 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3.7就出来了 还在往上扔 他在更新 non local python3能用 python2用不了 用不了 好了OK 那就它 通常最低 修改外边这个函数的这个值的情况呢 不是说没有 有 但是情况比较少 当咱们大家需要修改的时候呢 记着加non local就可以了 听懂我意思了吗 不要在这个地方花大量时间来去解决 你就把它理解为我修改全球变量的时候 我加global呀 我修改外边函数的时候 我加什么non local 解了这是 听得清楚了吧 一般修改的情况很少 这边说 你知道了解一下 好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咱就把我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第一部分 笔包就讲解了 总结一句话 笔包咱们可以认为是这么一个概念 有两个函数嵌套定义 内部函数里边用到了外部函数里边变量值 那么这个变量值 这个变量 加上内部函数里边在坨东西 堵成了一个新的整体空间 咱们就把这个空间当作笔包 听得清楚了吧 两个函数堵成 里边那个函数 用到了外边这个函数的变量 就变量 以及加上里边这个函数 这个整体 咱们就称之为笔包 它的一大应用是可以当作食材进行传递 并且传递数据和函数一起过去 功能一起过去 还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实现咱们python里边的特殊功能 叫做装饰器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 就讲解一下这个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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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权流产卷